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定学生违法以及预期居留这方面执行的比较宽松一些 但是随着这新的提议集间生效 从2018年8月9号可能会生效 如果生效以后会对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以前学生进入美国以后 他的I94上面是没有一个截止预期的 他会写着D-S 就是Neurational Status 就是这些学生他什么时候身份到期 要看他的I20表 以及学生具体的上学冒名的各种状况 学生如果只要继续地 注册成为Full-time Students 全职学生 他的身份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这个新的提议的修改就不一样了 并不是说你继续注册成为学生 你就会保持你的有效身份 在这过程中只要你违反了学生身份 或者你出现了错写的情况 或者你出现了非法打工的情况 或者你被移民官发现了你有身份违法的情况 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以前呢 如果你比如说你有非法打工的情况 或者你有错写的情况 一般呢是要等移民官在你下一次申请的时候 做出一个对你不利的裁定 或者是移民法官下达了裁写令或者立写令以后 从那天起你才算出现了义气急流的问题 你才会积累那些所谓的unlawful presence 你unlawful presence超过180天 或者超过一年的情况下 就会有所谓 如果你一旦离开美国的话 就会有所谓三年不能邮件 或者十年不能邮件的情况 在以前是按照裁定日 就是移民官或者是移民法官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裁定以后 你才会积累那些天数 如果一旦超过180天 或者超过一年 就产生三年不能邮件 或者十年不能邮件那种 但现在呢 规则一旦修改 而且通过的话 那就是不光是从裁定日 而是追溯到你饭室那天 从饭室之意起 你就累计这种身份的断层 而且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我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说你今天你申请从F1转到H1B 移民官在审理你的H1B申请的时候 发现你两年前你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 你从事了非法打工 哪怕只有一天 移民官一是凭着这个 批准了你雇主的H1B的Petition申请 但是并不批准你H1B身份 并没有给你一个I94 在这种情况下 你呢你的非法居留 是从移民官否决你要求转换成H1B身份 那天起 你就累计了这个非法居留 这时候如果你迅速离开美国 你还可以去柳事馆删结H1B签证 凭着签证回来激活你的H1B身份 但是如果根据新的规则呢 那就非常麻烦 移民官裁定你在两年前 你就犯事了违法了你F1的身份 你的预期居留呢 从两年前的你犯事那天起 就已经开始累计了 这种情况下 你就已经累计了超过两年以上的非法居留 这时一旦你离开美国的话 你就已经是十年不能入境了 这个不关系对F1的学生 同样适用于M1这种 那种绩效学生 以及J1交换学者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 他们的I94呢 都是没有一个截止时间的 都是写着DS 究竟你到哪一天 都是似乎你具体的行为 具体的学业进展状况来确定的 这种情况在这个漫长的学业过程中 如果你犯事了 你违反了你的身份 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而且这还会连累到你的配偶和小孩 如果主申请人他的身份出了状况 副申请人连带的也会出现状况 这个呢 会对很多人产生影响 所以呢在这里面呢 建议所有的现在的学生 或将来要来美国读书的学生 你要非常注意维持你的身份 尽量的避免出现那种非法打工 还有一种情况呢 很容易被大家服侍的就是 大家觉得在学业进展过程中 学习中间可以在校内打工 那这个校内打工这个词呢 是很容易被误解的 只有为你的所在的学校 以及为学校提供服务的那些雇主打工 才有所谓的校内 可以一个星期工作20小时就说吧 如果你是为校内一些 跟学校没关联的 比如说一个外面的商家 在学校租了一个场所 他做的事情不是学生的服务 这种雇主你为他打工了 也算非法打工 而且呢还注意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中间 你让你身份出现了问题 你不去经过学校同意 你就长时间的休假 或者长时间的错鞋 这个都可能使得你身份出现问题 这个都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